大家好,欢迎来到解密工作室,我是譚如X 一个有大好前途,任职系统分析员的28岁女孩 在一个平常的夜晚,她家人在一间大型购物中心吃完饭 去停车场拿车途中,突然离其失踪 时间四天之后,这个女孩的位置被人在一个地盘工地的沙井里面发热 身上严重烧伤,以及身前被人非人对待 这一宗就是黄麗娟停车场失踪案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看失踪者黄麗娟 为什么在停车场内,无顾着一个陌生男人离去 以及一个警员又怎么因为他的无知和失误 而白白错过了旧黄麗娟的机会 这宗案件的主人翁叫做黄麗娟 安发时28岁,是一个马来西亚华欣裔的混血儿 她在马来西亚读完总学之后,就远赴美国读大学 毕业之后,就获美国洛杉矶一间大公司 拼请为系统分析员 在25岁的时候,黄麗娟也遇到她之后的老公 黄逸天,两人相识之后 很快就代入爱河了,并且结婚 之后定居在美国加州 黄麗娟的爱情事业可以说两有趣的 一帆风顺,过着很多人都羡慕的生活 直到2003年,黄麗娟的爸爸患上癌症 你一切就破灭了 身在美国的黄麗娟 得知爸爸患病之后就很担心 所以她就立即向公司请假和收拾行李 回到马来西亚照顾她爸爸 当时她妈妈和妹妹都劝她不用回来 应该没什么事,有他们照顾爸爸就可以了 但孝顺的黄麗娟就坚持要回来照顾爸爸 并立即买了6月1号 从美国加州回来马来西亚的机票 在当天的早上,她老公还意义不舍地送她去机场 她希望她的外父可以早日看复 黄麗娟就可以早日归来 黄麗娟到马来西亚 一落机就不是回家洗澡疏洗 而是去到医院照顾爸爸 因为她爸爸两个星期后就会做手术 她身为家里的大姐姐 她觉得她要尽他能力去照顾这家家和这个家 最后,在黄麗娟和其他家人和医生的照料之下 她的爸爸,很幸运,手术十分成功 全家当时都很开心 黄麗娟都放下心头大石 但由于事业如日中天的黄麗娟工作繁忙 知道她爸爸手术成功之后 认为都没什么大碍了 就订了6月14号的机票回美国 而她家人和朋友 知道她这么快要回美国之后 就决定帮她搞一个Fairwell Dinner 在她离开马来西亚之前 跟她见一见 在Fairwell Dinner那一天 即6月13号晚 黄麗娟就拿着一个蓝色私家车 载着她妈妈和妹妹Elsi 去到曼莎购物中心 跟一帮朋友聚会 她把车就拍在购物中心的停车场 其实当时她妈妈已经心有不妙 她觉得停车场很暗 更加跟黄麗娟抱怨过 为什么这里这么暗 但是因为他们已经迟了很多 所以就没理会太多 拍好车之后 就立刻离开停车场 上去商场餐厅见朋友 临离开停车场的时候 黄麗娟就发现 她留了拍车票在车上 就打算回到车上拿 待会吃完饭就可以直接在缴费处付钱 不用再回去车里拿再付钱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她又突然改变主意 说不要紧了 吃完饭之后再拿 于是他们三母女就匆匆忙忙地去到餐厅 那到底是什么令黄麗娟突然改变主意 如果当时黄麗娟在妈妈和妹妹目击之下 回去拿车票 又是否不会发生接下来一连串的悲剧呢 黄麗娟和妈妈和妹妹去到餐厅之后 见到朋友已经在等她了 当中有一班中学读书的时候就认识的朋友 也有她最好的好朋友 Nori 大家很久都没见面 整餐饭都吃得很开心 他们除了庆祝黄麗娟的爸爸手术成功之外 还替黄麗娟感到高兴 也很为他自豪 因为黄麗娟在美国创出一番事业 还成家立室 开心的时间觉得特别快 他们一边吃饭 一边聊天 很快就到10点半了 黄麗娟就发现她妈妈有点累 所以就想着先走 一班朋友当然不会那么容易就放她走 黄麗娟也觉得 很难得回到马来西亚 加上明天就回到美国了 他还想和朋友聚久一点 于是他就和她的朋友说 叫她的朋友在餐厅里等她 他就先送她妈妈和妹妹回去 然后再回去餐厅找他们 于是黄麗娟就和妈妈和妹妹 去到停车场的升降机 在自动缴飞机前排队付款 在这个时候 黄麗娟就发现 原来她的拍车飞在车上 所以黄麗娟就叫她妹妹和妈妈 在自动缴飞机那里等她 她自己一个人就回到车里拿车飞 虽然这个停车场很暗 但他们的私家车就停在不远处 而且妈妈一直都有脚痛的问题 所以她就叫她妹妹在那里陪妈妈 不想她妈妈走那么远 而黄麗娟的妈妈和妹妹 就在自动缴飞机前面 等黄麗娟回来 但等下一分钟又等下一分钟 等也都见不到黄麗娟回来 续续等了20分钟 他们就觉得很不妥了 所以就出停车场找她 但他们去到车位的时候 就发现黄麗娟连人带车消失了 当天是星期五日晚发时间之后 在一个大型购物中心的停车场里面 刚刚也提过 就连自动缴飞机都要排队给钱 应该总有人在停车场里面 但偏偏黄麗娟就这么贫空消失了 那到底她去了哪里 这20分钟又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在这段时间里面 停车场好像完全没有任何动静一样 没有人发现任何问题 黄麗娟的妈妈和妹妹 在停车场见不到黄麗娟 已经觉得心之不妙了 他们就在停车场里面 不停叫黄麗娟的名字 一边叫一边找 但找来找去都见不到黄麗娟 黄麗娟的妈妈和妹妹 没办法之下 就只可以回到餐厅和朋友求救 在餐厅里面 大家听到黄麗娟不见了 起初的时候都不相信 不如见到黄麗娟的妈妈和妹妹 方张的神情 他们相信真的出了事了 于是 他们一群朋友再打电话给黄麗娟 开头的时候 黄麗娟的电话也有响起 但就没人接听 但打多几次之后 电话已经关机了 于是 他们一群朋友就想去停车场找保安帮忙 但保安员听到之后就觉得很惊奇 觉得他们好像乱说话一样 而朋友就跟保安员说 至少都给他们看看CCTV 看看可不可以见到黄麗娟的身影 但保安员就不停推讨 说不行 就算要看 都要过了午夜才可以看 因为如果黄麗娟真的出了事的话 消失多一秒钟就等于陷入危险多一秒钟 于是 他们就有人哀求保安员 也有人指骂他 也有人要求见他的上司 事件扰扬到到午夜十二点 保安员终于放完了 让他们看CCTV 在CCTV的片段里面 他们看到黄麗娟的蓝色私家车 高速撞烂了停车场的栏杆 然后高速洗走了 然后他们就放慢CCTV的画面 逐渐逐渐地看 他们发现原来驾车的人 就不是黄麗娟 黄麗娟当时坐在乘客位上 驾车的就是一个他们大家都不认识的男人 于是朋友和家人就立即报警 同时四周围地找黄麗娟的钟影 但是他们找了一天、两天、三天 黄麗娟就是毫无消息的 到底他去了哪里呢? CCTV的影片里面 看到黄麗娟的私家车 高速撞向停车场的栏杆离去 为什么保安员又没有发现? 而最奇怪的就是 为什么保安员坚持要五夜十二点 才让他们看CCTV? 而保安员和驾车的男人 是不是有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黄麗娟失踪之后 他远在美国的老公黄益天都很担心他 经常打电话给他的外母 追问有没有黄麗娟的消息 黄麗娟的妈妈看到他这样也很难受 但警方至今都没有任何消息 他只能如实地说给他的女婿听 由此可以看到黄麗娟与他老公关系很好 黄麗娟已经消失了三天 警方一直都没有再进一步的消息 黄麗娟的家属无计可思 唯有寻求马来西亚华人工会 协助召开记者会 他们认为黄麗娟是被人绑架的 所以在记者会上 恳求绑匪可以让黄麗娟安全回来 不过出现在记者会上的记者 他们都认为情况就不是太乐观了 因为他们曾经报道过很多宗失踪案 如果失踪人士是被绑架的话 匪徒往往会在一个小时里打出纳索电话 而今次黄麗娟足足消失了三天 他们都推测家属最不希望的事情 相信已经发生了 但奇怪的是 正正在召开记者会当日 警方就有黄麗娟的消息了 警方在马来西亚是一个叫八打岭的地方 一间店附近看到黄麗娟的蓝色私家车 但私家车已经变成一架废铁了 车头受损 应该就是当晚那个男人 开车撞向梁杆的时候留下的痕迹 而车的前左边车胎 也都严重受损 有势力的痕迹 而车里面就已经很无一物 任何黄麗娟的私人物品 和任何身份证明文件都不见了 车后面就发现了一大堆的红色液体 和白色液体 经过化验之后 这些红色液体就正是属于黄麗娟 而那些白色液体就是男性的精役 由于黄麗娟这案件 本身案情也很离奇了 再加上 家人召开完记者会 之后就立即发现私家车 所以当时可以说军动全马来西亚 虽然当时还没找到黄麗娟 但基于黄麗娟车里面的情况 很多人都认为她已经遭遇不察了 而且生前还受过污辱 当然黄麗娟的父母 仍然抱着一丝希望 希望她的女儿尚在人间 但可惜 这个希望很快就要落空了 在记者会一天之后 至2003年6月17日 一个正在兴建的地盘 一个地盘工人 在工作期间 闻到浓烈的意味 于是 这个工人就尝试找出意味的来源 找了一阵之后 这个工人就发现 原来意味 是来自工地附近 近马路边的沙井里面 当时这个工人就没想到那么多 就揭开盖在沙井上 半米阔的木板 但相信 眼前的景象将会令她毕生难忘 工人一打开这个木板 就看到一个烧焦的围体 围体脚部 还有两个装满水泥的车梯压住 于是 这个工人就立即报警 警方到达现场之后 就立即派人去到沙井里面 把这个女性的围体打骂上来 可能当时正直下跪的时候 加上围体又被人这样烧过 以及被人囤在沙井里面 所以案发现场的臭味 比一般命案都那么浓烈 据问 当时有不少警员都抵受不了这个臭味 说回围体当时的情况 当警方把两个灌满水泥的轮胎搬走后 就发现 这个尸体伤受交叉地在空前 躺在沙井里面 虽然全身已经昏黑 但凭着围体仍然保留着一把长发 所以初步估计 受害人就是一个女性 由于黄黎娟案件当时轮动传马 而发现围体的沙井 正正就是黄黎娟的一部汽车附近 所以马来西亚警方估计 沙井里面 被严重烧焦的一具长发围体 就是黄黎娟 于是 当时警方就立即通知黄黎娟的家人 希望他们前来认识 看看是不是黄黎娟 当时黄黎娟的妈妈就没来 是黄黎娟的妹妹和她好朋友 去到脸房认识 但由于黄黎娟的朋友 在停尸间外面 已经闻到濃烈的气味 所以她根本就没办法大拔门口 最后就由妹妹进去认识 几分钟后 妹妹就很激动地跑出来 跟黄黎娟的好朋友说 这个是她姐姐 可能她朋友还保留一丝希望 就不停反复问她 为什么你这么确定 为什么你会知道 黄黎娟的妹妹就说 因为她认得围体上面那条牛仔褲 是她借给她姐姐去Fairwell Dinner的 虽然是这样 黄黎娟的父母当时还有肆希望 希望是妹妹认错 牛仔褲只是相似 因为一旦还没有DNA报告 都不能百分百确定 死者就是黄黎娟 但很快 DNA的报告 也都令黄黎娟的父母希望破灭 DNA检测证实 死者 就是黄黎娟 但验尸报告 就没办法判断黄黎娟真正的死因 当中就有三种可能性 第一就是烙死 第二就是内出血 第三就是尖山烧死 同时验尸报告也显示 黄黎娟生前 在不愿意的情况下 被人强迫发生关系 另外 报告也显示 黄黎娟两条小腿被人压碎 但相信就不是空手造成 而是灌满水泥那两条车胎高处撞击造成 而全身为一个没有被火烧焦的地方 就是黄黎娟颈部 被一条布纏着的皮肤 到底黄黎娟离离开停车场后 发生了什么事 下手的是不是开走黄黎娟的车的男人 死者证实是黄黎娟之后 警方就在多方面调查 但都找不到任何目击者或证人 他们就无法重组当晚黄黎娟到底发生什么事 案件可以说毫无投税 但在确定黄黎娟就是死者当日 有一个警员因为见到报道 带着一个关键性的线索走出来 为事情带来突破性的进展 这个马来西亚警员表示 他在6月13日当日 大约12点到凌晨1点期间 他在白打零用一条公路附近巡邻的时候 见到一个蓝色私家车停泊在路边 他觉得这辆车相当有可疑 于是就落车想着上前了解情况 他见到司机是一个马来西亚男人 乘客位上是一个华裔女人 这个警员说他当时就敲槍问司机 问他在做什么 而这个男人就解释 没什么啊 他是我女朋友 我们在讨论他家人的事 于是这个警员就要求他们交出身份证 这个男人当时也很配合 把两个人的身份证交给警察 警察一边查身份证的时候就一边问话 这个警员说他当时又见到这个华裔女性 神色慌张 双手合实 对他做出祈祷的手势 他见到之后就立即要求这个女人下车 但突然车上的男人 态度就有180度改变 很生气地说 他不是警察 他是警察 说完这个话 司机就立即驾车离开了 警员见到这样就拿出手枪 打向车胎 但可惜已经太迟了 他们已经驾车离去 相信 王丽娟私家车左边车胎的损伤 正正就是因为巡警用手枪打爆车胎 爆胎之后 这个车轮不停在路边磨擦 造成撕裂的痕迹 当时竟然手上还有他们的身份证 这个警员说 起初他以为只是情侣吵架 他们迟早会回警局拿回身份证 所以就不以为之一直把身份证收好 直到马来西亚传媒大幅报道这件事件 他才联想到 当晚可能是警察王丽娟 于是落身份证出来看 原来当日核实双手祈祷的女人 正正就是死者王丽娟 但妙娟实实在是不明白 为何这个警察可以在开枪事件 这么久才报告这件事 如果这个警员当晚就报告事件 并展开调查或者研究的话 又会不会扭转整件事呢 即使不可以 相信最少都可以令警方 终于找回王丽娟的遗体 最少王丽娟的遗体 就不用被运在七黑的沙井那么久 说回调查的情况 都是巡警所检走的两张身份证 一张就属于王丽娟 另一张就属于一个叫阿末立吉 27岁的男士 资料显示 这个27岁的阿末立吉 已婚 和太太拥有两个小朋友 阿末立吉是在机场里任职机仓清洁工的 而他的太太在银行里做民职工作 然后负责这单案件的警员 就经过身份证登记的地址上本调查 但结果发现 单位已经人去留空了 于是警方就去到阿末立吉工作的地方 发现他也是没有上班的 就这样看下去 似乎他是有心避开警员的追捕 于是警方就把调查方向转到阿末立吉的太太 警方去到阿末立吉太太工作的银行发现 阿末立吉的太太如上有去工作 为了顺利找出阿末立吉 警方就没有打草惊蛇 又在冰番两路 一边派人跟踪阿末立吉的妻子 一边派人在阿末立吉太太屋外面守候住 他们发现阿末立吉太太身为极为规律 每日行走的路线都大约相同 早上就一早去到银行上班 晚上下班就回家 警方跟踪了阿末立吉太太三天 但三天阿末立吉也没有出现 警方越等越焦急 直到6月20日 即案发之后7天 警方终于发现阿末立吉的身影 在6月20日凌晨4点 在阿末立吉家门内监视着的警员发现 有个的士停拍在阿末立吉家前面 然后就有个男人很焦急地下车 负责监视的警员就认出他 他就是身份证的主人阿末立吉 于是就立即上前将他拘捕 到底阿末立吉和王丽娟有什么关系? 王丽娟去到停车场拿车票 又怎么会跟着他上车? 阿末立吉被带回警署后 就被警方指控他奪去王丽娟的生命 但面对这么严重的指控 阿末立吉的反应異常地冷静 甚至可以说表现相当反常 当阿末立吉面对警方的盘问 他直接向盘问他的警员表示 他只会跟调查案件最高负责的人对话 他还跟警方说 要他认罪就拿出证据来 马来西亚警方知道 阿末立吉这个人 似乎对法律程序和审讯有一定的认识 而事实上 马来西亚警方 即是找不到什么直接证据证明 阿末立吉即杀害王丽娟的人 警方手上的证据只是显示 他在案发当日是见过王丽娟 另外警方在他家调查的时候 他的邻居都说他 为人友善 喜欢交朋友 还经常去到社区做义工 以他们翻查资料 阿末立吉都没有任何刑事犯罪记录 可以说是典型的老实人 不过警方就在阿末立吉的住所里 收获到尖有血迹的蓝色外套 红色上衣和牛仔裤 警方就将这堆衣物拿去化验 果然不出所料 衣服上的血迹就是属于王丽娟 警方拿出炎有血迹的衣服和身份证作为证据 指控阿末立吉绑架和杀害王丽娟 这个时候阿末立吉才承认自己是绑架了王丽娟 并将他杀害 阿末立吉就随即被带到法院提堂 而他的老婆得知之后 也马上请求一众邻居协助 其中一位邻居就是律师 这位热心的邻居见到阿末立吉的太太 求助无缓 而话不说就接了这案件 代表阿末立吉出庭 提堂当日 律师朋友一见到阿末立吉 就走去问他有没有事啊 阿末立吉就跟他说我要认罪 警察是知道所有事情的 是警方要我上庭认罪 而律师朋友知道之后 就很紧张地告诉他 现在还没在决定认罪的时候 但可惜一切已经太迟了 因为阿末立吉已经认罪了 作为他辩方律师的邻居 已经估计到形势很不利 他未必有足够经验打公司 于是这个邻居就找资深的辩会律师帮忙 虽然阿末立吉已经亲口承认罪行 不过警方还不能重组当日发生什么事 加上代表阿末立吉的资深大律师是很有经验的 警方根据他们多次上庭的经验 深深明白到任何一个遗留的细节 都足以影响判决的结果 所以警方就没有掉以轻心 决定将他带回现场重组案情 警方大同阿末立吉回到现场 由黄麗娟失踪的地方 大型购物中心的停车场开始 当阿末立吉重返停车场后 他就有1510坦白讲述当日的经过 阿末立吉声称 当时大约10点45分 他见到黄麗娟在车里找东西 然后阿末立吉就把他推进车里 并拿出戒刀用刀威胁他 他对黄麗娟说 如果你大叫或者找人帮手 我会杀死你 然后阿末立吉就上了黄麗娟的私家车 叫黄麗娟坐在乘客位上 他自己又坐在私家车位 然后就驾车冲出去停车场 然后驾去建筑工地附近的路边停车 在这个时候 他就遇上巡逻中的警员 阿末立吉说 巡警觉得他们相当有可疑 就上来问话 他要不去当时可以瞒过巡警 查完身份证就可以让他离开 但是巡警突然要求黄麗娟下车 所以他就反指对方不是警察 是财 开车离开 而阿末立吉也承认 当时警察是有用枪打向车态 令私家车就没办法行得顺畅 最终 阿末立吉就被逼停在建筑工地附近 可能大家会想 绑架完一个女人 还被警员收了身份证 应该会感到警方失踪 但是阿末立吉当时竟然选择在这个时候 强迫黄麗娟发生关系 阿末立吉声称 黄麗娟当时就没办法反抗 他在完事之后 好像冷静了下来 就继续开车 即是到近凌静的地方 然后第二次 在黄麗娟不愿意的情况下 拒逼他发生关系 他今次完事之后 就拿了一把刀出来 捅了黄麗娟两下 在这个时候 他才开始感到警方 所以就想起至随死中的黄麗娟 阿末立吉就把黄麗娟抬到石坡的另一边 把他放在沙井旁边 在这个时候 清真子又传来早晨的祈祷声 黄麗娟就跟他说 请你回家祈祷 我也想祈祷 阿末立吉说 他听到黄麗娟这句之后 就把一条布绑在他的口里 又再把他双手放在空前 就离开了 阿末立吉跟警方表示 他有跟黄麗娟预告 他会放火卫斯灭绩 而在当时 塞在黄麗娟嘴里的布 就跌掉了 黄麗娟就要求他离开 让他一个人静静地在沙井里面 黄麗娟还跟他说 他要去天堂 阿末立吉说 他听到黄麗娟这样说 他就离开了 然后再用木板封上沙井 过了16分钟之后 他又带同汽油回来 将黄麗娟的尸体焚烧 以上就是阿末立吉所说的版本 到底当中有多少是真 多少是假 为了寻求真理 警方就按照他所说的行车路线 展开调查 在调查里面 警方竟然发现 原来当晚 不止没收他们身份证的警员 见过阿末立吉和黄麗娟 原来还有另外几个人 曾经目击到他们一起 也有机会救黄麗娟 那到底当中的故事是怎样? 在案发当日凌晨1点左右 一个34岁的女士 和家人在商务大楼附近 见到一架私家车 车上有一男一女 店员在庭上也指出 男的就是阿末立吉 女的就是黄麗娟 这个店员形容 当时黄麗娟 是穿着黑色的针織衣 她还说黄麗娟很性感 因为可以见到她肩膀上的皮肤 当时阿末立吉的车胎爆了 就主动走去找他们借千斤顶换车胎 这个女士说起初他们一间都拒绝帮忙 但阿末立吉窮追不舍 她还说她要送她老婆去吉隆坡国际机场 希望他们帮帮忙 这个女士就说他们被阿末立吉说服到 就打算下车帮民换车胎 在这个时候她留意到车上的女士 即是黄麗娟 对她做出了一个面部表情 好像很害怕这个男人那样说 这个女士指出她的眼睛 她的嘴巴 她的臉 全部都流泪出恐惧的讯号 她当时在原地观察了一阵 不时见到阿末立吉望向黄麗娟 但每次阿末立吉望向黄麗娟 黄麗娟就坐得很僵直 完全不动 看起来好像很苦怒 这个女士说她当时觉得很不对劳 因为种种迹象都显示 黄麗娟看起来就不懂阿末立吉 而刚刚好 这个女士的姐姐和姐夫都来到了 她就把这件事告诉她姐姐和姐夫知道 她姐姐和姐夫都觉得很有可疑 然后姐夫就走上黄麗娟的车 敲车窗 尝试叫黄麗娟下车 但黄麗娟就不为所动 当时她姐夫还哄黄麗娟下车 但黄麗娟依然是坐在副架位上 大约在10分钟之后 阿末立吉就发现 原来后备泰罕的支架不适用 当她在想另一个解决方法的时候 阿末立吉就留意到黄麗娟和他们有交流 于是阿末立吉就反应很快地立刻收拾 然后就很急地拿着烂了车窗的车离开 而在车离开之際 这个女店员都记下了车牌号码 然后就去到警署报案 也就是说在事发当晚 其实早就有人回报了这件事 但马来西亚警方就没有当这件事一回事 同样地在大约0晨1点 一个回通宵班的工人在休息时间 就拿着货车去到地盘工地附近的围堵区里休息 在休息期间 这个工人就看到一个蓝色私家车停泊在路边 他开始以为地盘保安的车 所以就没有留意了 但没多久之后 他就看到这个司机匆匆忙忙地开车离开 然后他就望入车里面 这个工人就说 他发现后排有一个女人躺在 这个女人是赤裸上身的 为什么他那么肯定 是因为他看到他的预防 这个工人看到这个情况之后 就心想 这个女人和司机一定是刚刚亲热缘 这个工人再补充 司机就是一个男人 他开车离开的时候 行为举止也很粗魯 驾驶带到很差 而且还看到他离开 但他就没办法辨认男人的种族和所穿的衣服 没多久之后 这个工人休息完毕之后 就继续开工了 拿着货车回到办公室 在大约两个钟之后 他做完事了 就沿路折返 又看到同一个蓝色车停泊在路边 而他今次就觉得是私家车车胎流气 所以才停泊在路边 于是他就想上前看看有没有需要帮忙 当他走近车里面 就发现车上没有人 又没有上锁 车头就放了一个引入马来西亚银行 Maybank的logo的背囊 前排座位 还有一部Lokia的电话 这个工人就说 他发现四周没有人 就顺手牵阳 偷走车上的背囊和手机 他还说 他当时还用这部电话 打给他老婆 说给他老婆听 他正在回奔城 而回到奔城途中 他就卖了这部手提电话 当时他卖了120领吉 但那张SIM卡他就保留住 之后他去到高速公路的休息区里面 打开背囊看一看 发现里面装了很多钢筆 有烟 打货机 和一大张牛皮纸 还有盒避人套 他记得盒里面有三个避人套 两个未用 和一个是空的 于是他就吃了里面的烟 而钢筆和避人套就放在高速公路上面 牛皮纸就放在自己的货车里面 在一天之后 他就把那张SIM卡 买给两个开电单车的年轻人 他清楚记得他买了10领吉 而亦都因为王丽娟那张SIM卡 在这两个年轻人手上 所以这两个年轻人后来 都被警方列为嫌疑犯 不过阿姆纳吉认罪之后 这两个年轻人就被获释 说回这个工人 经过几天的路程 他终于回到槟城了 在这个时候 他老婆就打电话跟他说 警方已经追查到他了 要他联络吉隆坡警察总部 协助调查 以上就是当晚曾经见过王丽娟的人 警方找出所有证人 也都搜集好证据 一切准备奏 而警方找出以上的证人 对于成功入罪阿姆纳吉 更加有信心了 接下来 我们就看看这宗案件的审讯 在2003年9月15日 这宗案件正式在马来西亚高等法院开審 王丽娟的亲人和朋友 亦第一次亲眼见到疑控阿姆纳吉 王丽娟的朋友在之后的访问表示 阿姆纳吉在庭上不时展露微笑 实在令人感到心寒 说回审讯当时 阿姆纳吉的律师团队为了被他脱罪 就运用了不同的策略 首先 他们试图质疑公辞的有效性 说他们当时人即是阿姆纳纳吉 是在警察威逼之下和毫型对待之下才选择认罪 而控方就反驳 由被捕开始到今天上庭 阿姆纳吉看来就很轻松 身上都没有受伤的 他只是自愿认罪 之后 辩方亦都在证供上着手 他们自出 虽然警方最后在购物中心的CCTV片段里面 找出一个疑似阿姆纳吉身影的男人 但其实控方就不在8%肯定 车上的男人就肯定是阿姆纳吉 因为当时CCTV的像素实在太低 根本就不可以辨认任何人 另外强而有力的证据 即是染有血迹的衣物 辩方就说 艾涛、上衣和牛仔裤 都不可以证实一定是属于阿姆纳纳纳 警方当时就没有进行任何测试 去证明染有王丽娟血迹的衣服 是属于阿姆纳纳纳 最简单 连检查库的尺寸都没有做 所以衣服就未必属于阿姆纳纳纳 而辩方的律师团队指出 官本水泪的车胎很重 要移动他们是需要力量的 亦是说不可以由一个人去搬运 似乎就不是一个人作案 当然 恐慌是不同意辩方所说 恐慌就着他们对证明的质疑和疑问 虽然没办法反驳 但也提出了新的证据 就是 原来拉根王丽娟颈上那条布 布料是很特别的 是马来西亚机场用来抹飞机枪那种布料 阿姆纳纳纳纳作为一个机舱清洁工 拿得这种布料是相当容易的 他很大机会是在公司拿到布料 然后将布料撕成条状 用来绑住王丽娟 当然 辩方马上反驳 他们说 虽然是同一种布料 但也无法证明 阿姆纳纳纳在公司里拿走布料 再杀死王丽娟 恐便双方就这些细节 在庭上展开激烈的辩论 同时 他们也请来专家证人作证 代表阿姆纳纳的律师 就请来犯罪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指出 阿姆纳纳纳纳没有精神病 可以正常工作 而且阿姆纳纳纳和家人、同事和邻居的关系都很好 他是一个行为良好的人 而洪峰就请来另一位犯罪心理学家反驳 他说 杀人犯和常人无疑 他们可以有不同的面向 可以是好员工、好爸爸 同时 你一个身犯可以是强奸犯 或者杀人犯 而经过几个星期的法庭战 人多小众的辩方团队 竟没办法扭转形势 阿姆纳纳纳很大机会被判罪名 于是 他们就决定改变策略 改为证明死者王丽娟和阿姆纳纳有关 辩方律师提出 王丽娟去跆拳道黑带 根据早前证人提及过 阿姆纳纳纳换车胎的时候 他大可以选择离开 亦有人劝他下车 为何他不趁机逃走 如果我们真的陷入危险 正常人一定想办法逃走 但死者王丽娟就没有 那代表什么 而控方的犯罪心理学家就反驳 我们可以想象自己陷入任何一种情况 但想象和现实是不同的 往往说就容易 做就很难的 我们不能把责任推到受害人身上 或者没有逃跑的人身上 再者 当时是凌晨1点、2点 王丽娟又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 他没有逃走都是正常人的反应 因为如果他不逃走 还有一丝传门的可能 但如果逃走 阿姆纳纳捉到他 很有可能就会立即将他杀害 当然 代表阿姆纳纳的律师 亦不认同犯罪心理学家的说话 甚至假设王丽娟是同意 和阿姆纳纳发生性行为 并提出 绑在他颈上的布 有可能是王丽娟和阿姆纳纳 进行自愿的窒息游戏 又不幸发生意外 而辩方这个说法一出来 不单引起庭内边的人反感 经过传媒报道之后 更加在马来西亚引起廣泛的讨论 不过事实归事实 法院裁定阿姆纳纳强奸 和谋杀王丽娟表面证据确作 但由于没有直接的证据 法官就命令阿姆纳纳作出最后辩护 正当大家等待他说出真相 还原整件案件的时候 他就作出了一个令人有差异的决定 阿姆纳纳就选择不听从法官的命令 保持沉默 他透过代表律师说 他不想谈及任何证据 不想接受盘问 不想提及有关案件的所有事 根据马来西亚法律规定 如果控方提出指控 被告不作出反驳的话 而是选择保持沉默的话 他将被裁定有罪 而阿姆纳纳就被指控谋杀和强奸罪 罪名成立便会被判处死刑 那到底他为何会在最后一刻 选择保持沉默 是因为他良心发现 还是这也是他和他律师团队的一个策略 这件案件经历了长达46日的审判日 在2004年5月20日 控辩双方结案层次 辩护律师也知道阿姆纳纳吉很大机会被判死刑 他都按照惯例为阿姆纳纳吉求情 律师就说阿姆纳纳吉中生物学养家 成家立失之后 现在就是一个爸爸 有两个小朋友分别是2岁和3岁 需要他照顾 与此同时 他父母、弟弟和妹妹都病了 需要他的帮忙 而阿姆纳纳吉就没有任何刑事记录 是错犯 希望法官可以考虑死刑案的处罰 2005年2月23日 理案法已经一年半左右 法庭也有裁决 值得一提的是 在开庭前 有人就看到阿姆纳纳吉自言自语 但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最后 阿姆纳纳吉终于被裁定谋杀罪罪成 被判处死刑 强奸罪名成立 监禁20年 和边刑10下 当法官判刑的时候 阿姆纳吉就很平静 而他的太太 在庭上坐在一旁 抹眼泪 裁决后 阿姆纳吉就跟记者表示 法官决定就是结果 我认为这一切对我来说 是一种考验 一种挑战 考验我的内心 我对死亡 没有任何恐惧 我觉得很正常 很平静 如果我们有机会再见 我们将会再见面 我期望那一天 判决之后 阿姆纳纳纳先后提出两次上诉 不过两次法庭都认为证据确作 駁回他的上诉 而他的律师 在阿姆纳纳纳斟行死人的期间 一直都没有放弃 希望帮阿姆纳纳脱罪 他的律师还会时不时地探望他 他在死囚室期间是一个很好的牧师林 经常带领囚犯祈祷 教他们宗教信仰 他的律师还说他比监狱外面 很多人都更好 而2016年9月23日 距离案发已经足足13年 阿姆纳纳纳已经40岁了 在狱中倒过大半身后 终于去到执行死刑的时候 在马来西亚执行死刑之前 死囚是可以写一封写免信给国家元首的 而阿姆纳纳纳也有写这封信 他在写免信里面 仍然说自己是无罪的 但当然最后都是有执行死刑 而王丽娟停车场失踪案 最后在2016年落幕 不过时至今日 网上仍然流传不少说法 有人说王丽娟与阿姆纳纳纳 真是男女朋友的关系 但探员X就认为不是太成立 因为事实上 王丽娟中学毕业后 就远赴美国 大部分时间都是美国 在马来西亚 也没有人知道他有男朋友 另一个说法 就是一本讲述 《马来西亚谋杀园书》中提及过 当年今日中心里 王丽娟被绑架过一天晚上 停车场CCTV片段显示 汽车后面 似乎还有另外两个男人 但开庭审理的时候 这段录影片段 就看来只有阿姆纳纳纳一个人 华尔很简单 只有想象力都可以做到 但寻求真相往往需要证据 而证据 就不是单靠想象力就可以找到 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 可以给个like我 或者有些什么案件想一起讨论 欢迎留言 之后我探明X会和你调查更多的奇案 希望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按下旁边的小铃 当有新案件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了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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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